好,謝謝主席,還是請教主委 好,有請潘主委 區委員長 這個,我們政府的財政 現在大家都注意到潛藏性負債 真正的國債,公共債務法 其實公共債務法,當時我跟彭百選委員 這個提出來,就是要限制國家債務成長的速度 台灣的債務是怎麼來的 是所謂省政府來的 那省政府的債務是怎麼來的 因為有台灣銀行,當他的金庫 你了解嗎 這個我不太清楚 今天大家都不曉得 搞政治不了解歷史 所以現在問題,沒辦法 去理清當時的根源 所以就是拖 以拖代變,結果越變越壞 最後就避掉了 當然啊,政府要負 政府要負起最後責任啊 政府你辦保險 當然你是老闆啊,要負最後責任啊 因為政府沒辦法倒,為什麼沒辦法倒 除非國家滅亡 人民每一個都變成奴隸 除非貨幣改革 民國三十九年 民國三十八年啦,一九四九年嘛 六月十五號,那個故事你知道嗎 哪一個故事 十萬塊舊台幣換一塊錢新台幣啊 啊 當時的舊台幣 跟 跟誰聯動啊 跟上海的銀元券聯動 所以上海要逃難 盡量發行銀元券 拿銀元券呢 來透過台灣的銀行 把台灣的物資搬過去 所以台灣拿了一大堆銀元券 變成準備 好在今天台灣的外費啊 存體也是以美金為主啊 這個國家還夠大還夠強 因為它自有民主法治 所以調整的能力很強 欸,它兇起來的時候呢 比流氓還兇 雖然是警察 我這樣講你就知道意思吧 沒辦法生產了就會搶啊 就搶奪嘛 國家跟國家也是一樣 政府跟人民也是一樣 人民跟人民也是一樣 人民跟其他國家也是一樣 所以這個潛藏性負債 不只有你老保 還有其他的保險啊都一樣啊 所以它要花一個改革期 好,下一次這個政黨輪替的時候 下一次政黨輪替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要做規劃 要改革,改革什麼 過去的政府要概括承受 那不合理的 從今天開始 重新 做一個大幅度的 完整的 長遠思考的一個改革 但是你不能用今天的改革 去剝奪 昨天的潛力啊 所以你現在要精算啊 過去你優待他 優待誰 優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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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待的自己啊 所以四代 不公平嘛 四代不正義嘛 這一代呢 吃下一代的 這一代吃下一代的 下一代的不跑出來啦 所以台灣的國民生育率才會最低嘛 這都經濟原理啊 經濟原理 符合社會現象 符合社會這個民眾心理啊 你要經濟學怎麼改 經濟學這改都在看人的心理 行為 心理決定行為 所以這些你要確定一個原則 這個行政院長說三個要答案嗎 可能嗎 三個月是他下台了 不是答案啊 沒有啦 我們是提出一個解決的方案 那其實我們會盡快啦 那你的解決方案 不管你怎麼提高 可以怎麼解決 就是那些配套嘛 我原來非常清楚 對啊 就是那些配套 但那些配套一定影響過去 已經繳費過人的潛意啊 那是一個所謂的信賴保護 你當時答應他說 你現在怎麼繳以後 就得到什麼樣的保障 那些保障 你現在怎麼繳是一回事啊 這是因為你說的 他也不懂啊 好 他就簽了 所以 這個 要畫一條線 在什麼時候以前 入保 的人 他得到的權利 永遠的 最後的 通通獲得保障 這是要確定 才不會亂嘛 現在大家怕 所以 有所謂退休潮啊 崩飽又 崩飽又退休潮啊 很多校長還乾脆退休啊 要十二年國家 要趁這個機會 退休啊 那有些地方財政困難啊 公務員呢 換一個所長又愛 這個所長喔 我怕 很有魄力 形象很好 但是呢 做事不按牌理 民粹 大多數支持他 少是呢 就被他 暗中 剝奪 這個 這個 侵害 然後大家怕 趕快 趕快就 退休退休 所以國家都亂啊 台灣啊 中國沒有打過來 飛彈沒有試 沒有試射 台灣一直在亂 為什麼 政府嘛 政府嘛 中央也好 地方也好 政府嘛 自己搞得不確定 搞得混亂嘛 那你就先 像這樣總統就要先世啊 內閣就要 行政就要先世啊 在改革的那一天 以前 既有的保障 通通要完全的 在家裡確保 那如果沒辦法 就入法啊 就入法 就緊急 什麼改革法 財政改革法 什麼就入法啊 國會叫動議啊 叫入法啊 都市黨就要負責 執政者就要負責 但是人民 台灣沒有民主交易啊 搞不清楚耶 上科院的時候 執政黨 跟反對黨的國會議員 照樣都在罵政府 很奇怪 一個罵的 兩個罵的都有道理 但是兩個罵的立場不一樣 是不應該的 你有權利啊 你就負起責任 你有權利 你有權利就有責任啊 你有責任你不應該罵 你就要去改啊 去行動啊 所以台灣哪有民主 人民傻乎乎的 為什麼傻乎乎 被疑化了 被嚇壞了 這是一個原則了 再來提到這個年齡啊 這個年齡問題大了 有正面有反面啊 英國 很多企業付不起退休金了 所以他說 退休年齡可以延後 延後以後是問題繼續拖呢 因為還是他企業可以改善 所以要恢復他的這個經營效率 解決他的企業 這個程序的問題 不得而知 所以現在都拖 很多國家在拖 所以有正面有反面 那你要把關啊 你要為勞工朋友把關啊 這個原廠是正面還是負面 你要把關要說清楚啊 你沒有交代啊 就這樣啊 那這樣 所以 我們會注意這個問題 你注意沒有說明啊 所以我說 這個經濟問題要用經濟手段解決 那你勞委會一定要完全百分之百 絕對的站在勞工的立場 那勞工呢 你要照顧的 不只是已經加入你保險的 來保護 還沒加入保險的 那些都要保護啊 是勞工就要保護啊 原則像這樣啊 謝謝